国民党与共产党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当中 以1923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苏联代表岳飞在签订孙岳联合宣言后 国共河流 十二党自建立之初 在东亚大陆相互依赖相互扶持也共同奋斗 之后不久相互请假相互清理相互斗争 乃至于兵戎相见 持续了将近半个多世纪乃至延续至今的这样的一种分分合合 给整个东亚大陆依照声明带来了 无法回避 并且深刻的苦难 此间密心 国共两党有公开与秘密 共同与完全不同截然不同的党史记载 为了找寻其中相对的一些历史细节和真相 通过宣读成功博周佛海回忆路河边 也把他们的这些核编资料从最早刊登的古今杂志1942到1943年期刊当中的文章 找寻出来送读给大家的希望对诸位有所帮助 大家好 7月1号马上要到了 每到期一 中国大陆 上海 被称为青天地的这个地方 就特别热闹 因为 有一大会子在那里 那么一大会子是如何确定的 这在党史上是有公论也公开发表过 但是民间或者说一般的媒体当中 显有提及 那么7月1号这个日期是如何确定的 那么在党史上也是有明确的来历说明 但是普通老百姓或者说一般民间的 人士 更是不知所欲 为什么 7月1号 在上海 法租界 有 这样的石库门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事情 真相到底是什么 曾功博 周佛海移驻核集 中共成立初期的重要史料 曾功博 1890年到1946年 广东南海人 广东的共产党造七组织代表 周佛海 发起 发起 而曾功博 而曾功博作为当时广州共产党主要发起者 和组织者 并且之后很快作为广东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会议 而召开的日期呢 经过 党史的 所谓 追溯 2021年 中共一大百年纪念 官宣的媒体当中又把当时申报的报道展现了出来 中华民国十年 公元 1921年 8月1日 星期一 申报 复刊 第四版 有这样一个标题 大东旅舍内 发生 发现谋命案 这就是 曾功博 现在所记述的 那一晚 发生的情形 那么隔天的报纸 既有报道 而按照 所谓一大的会议历程 8月1号 应该是去到 嘉庆 南湖 这是2021年6月11号 党史博才上有关 中共一大代表 周佛海研究中的 所谓四大历史谜团 有关一大会址的确认当中 因为毛泽东当时 只知道自己在所谓的博爱女校 曾经参加过一次什么会议 后来经其他人 只认 那个叫博文女校 不是博爱女校 那么 在1950年代末 1951年初的时候 当中共建政之后 要确认最早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召开日期和地点的时候 找到了关键的人物 关键的人物是谁呢 当时是经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 也就是因为高岗劳术事事件之后 被同时抓捕的杨帆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他把自己手下第二科的社会科 第二科一个副科长 叫周小海的 找了出来 他其实就是周佑海 周佛海的儿子 那么周佑海 当时和他母亲杨书惠 都生活在上海 那么他们去指认 读当中一小段 接着杨书惠又向人打听当年的旺志路 旺志路当年与贝勒路交叉 以1914年在上海法租界工董局 总工程师旺志的名字命名 1943年改名新叶路 在黄平南路与新叶路的交叉口 杨书惠看着一家挂着 横仓幅面坊的大字招牌的房子 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 杨书惠又经过反复观察后 很确定地认为 这里就是中共一大会址 后来经过反复查时 一大会址被最终找到 并得以确认 一大会址的确认 是经过周佛海的儿子周右海和他太太 当时还在谈恋爱中的杨书惠去确认的 其实杨书惠找到的横仓幅面馆 和边上的一个酱园 开在弄堂里的酱园 由面馆 面坊 磨面坊 面坊加工 和酱园 做酱油的地方 确认了后来的所谓的一大会址 无论反共的 亲共的或者共产党体制内部的 所有的人都带着自己各自的立场和各自的目的 在关注着一大会址和一大召开的具体的内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 每一方面都有自己的定论 并且互相之间 好像都是不愿意去追溯史实 而只愿意是以标签化的东西来对待 在上海还听见一件关于戴季陶先生的意思 季陶和政府约定 共同发起共产党 戴季陶和陈独秀 发起 共同约定 发起共产党 到了成立 前一日 季陶来了一封信 说他和国民党关系太深 的确不能参加共产党组织 不过他是同情共产党的 他正在创办交易所 打算以交易所的盈余来帮助共产党的党费 我在上海虽然前后停留近十日 但和各代表来往很少 佛海那时正闹着恋爱 共产党人的议论也有赞我成也有不赞成的 但我以为恋爱是个人的事 为了恋爱 有时性命都不顾 朋友的赞成和反对更是闲事 佛海夫人直至我在民国十四年由美国回至广东才相识 那时我对佛海的恋爱批评算是宣告中立的 最重要的第十五个代表 犹太人独立联由白军转投红军 1921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阿什维克 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事军情部服务 1921年他在俄罗斯共产党远东区书记处领导委员会 在中国处工作 那么他个人的传奇是既参加了一大之后 还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 在伯格拉尼威奇内负责破坏和地下工作 重要参与中东路事件 有意思 1938年俄国肃反他在哈巴罗斯福克被以间谍罪被捕并且被枪决 那么在中共的记载当中 包括在苏俄的一些党史研究者当中 确认尼克尔斯基实际是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派到中国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代表 而尼克尔斯基手中掌握一笔经费 主要发放给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和俄共富尔什维克党员 当然参加一大的也都从中受益 马林公开宣称他是完全接受尼克尔斯基领导 那么一大召开 尼克尔斯基作为发言人 的祖子他的地位毋庸置疑 但是在一大会子当中 对他的介绍却也只是知智片语 1921年7月底的这样的一个聚会 暑期夏令营拿着尼克尔斯基和马林带来的卢布美金补贴 参加了这样的一次会议 成功博和周佛海的技术 成为了中共溯源的最重要依据 那么一个问题 1921年的中共没有合法注册 没有政府登记或者相关管理当局的正规手续 一直到1949建政之后1950年 时任上海市长陈毅 主导 经考证通过成功博的回忆录和周佛华太太的职任地点 确认了1921年7月底 中共一大德 成功博所著 我与共产党上分三期 已经诵读完毕 原文首发 1943年古今杂志第35期 引用35期封面 我读其中重要一段 我乃是中国国民党的后辈 虽然在更续以前 还是乡村一个熟童的时候 就闻了先生的大名 指汪精卫汪兆明 但是直到民国13年春天 于无意之中 才在上海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风采 那个时候 国共已开始正式合作 共产主要分子 有许多已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也加入国民党 做宣传部的秘书 那时因为还在日本京都留学 所以还是共产党员 没有加入国民党 我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 赴国民党党部去看他 当时党部是在环龙路44号 经上海南昌路 环龙路法租界 当我和毛正谈起 谈得起敬的时候 忽然一位身材高大的伪丈夫 破门而入 我当时不知道是谁 毛替我介绍到 这是汪先生 一位省养11年的革命先驱 忽然从天而降似的 站在我面前 一个渺小的学生 真是手足无措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毛报告我的名字之后 汪先生似乎知道我的名字 和我握手 并寒暄了几句 然后和毛谈了一刻的事物 这便是我第一次拜见 先生的经过 周佛海的这篇文章当中的 这一段记述 很清晰的记录了 他与汪兆明 汪精卫先生的首次见面 介绍他们认识的 还是毛润之 纸片文章刊登在 古今杂志周年纪念特大号 也就是古今杂志第18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